8月25日上午 南加州华人华侨学生学者 在蒙特利公园市巴安斯公园 自发举行了 我是顾骑手大集会 并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式 在庄严的美国国歌和中国国歌声中 星条旗和五星红旗然然升旗 担任升旗手的是马树荣 郭子健升中国国旗 陆强 邓林升美国国旗 会场上发出了爱中国 爱香港 反港独 反暴力的强烈呼声 本次大集会就是通过 南加州华人华侨和广大中国学生学者的 共同行动表明 面对香港社会出现暴力行为 和发生动乱的时候 南加州的华人华侨 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 所做出的稳定社会举措 坚决支持香港警察为恢复社会秩序 所做出的行动和努力 坚决支持中国中央政府贯彻执行 一国两制方针不动摇的决心 在五星红旗遭到破坏和损毁的时候 南加州到老乔 新乔自发地喊出 我是国旗护旗手的庄业口号 本次大集会的发起乔林 有陆强 周德昭 马树荣 乌锦辉 罗文正 张朝海 程远 蔡成华 江小冬 林干花 邵文 雄文胜 庞飞 邓林 郭子健 燕霄天 胡燕秋 蒋丽莎 林旭等 参加社团包括美国洛杉矶 华人华侨联谊会 17月简聊华人团体联合会 南加州中国统一联盟 南加州反独促同论坛 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 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 全美华人协会南加州分会 美国南加州华人华侨联合会 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大联盟 美国南加州中华福桥联合会 美国洛杉矶华人总商会 美国洛杉矶中华海外智库 美国北京联合会 美国北京联谊会 美国陕西同乡会 美国大西北总商会 全美电台记者采访报道